大家好,那那個,那馬夏國中這個案子是我們有初步跟衛道的 不是,那馬夏國中的校長,吳校長有做過 因為他們現在目前上半年工作上是太感受 所以他說真的是不好意思再動員老師太多 然後希望說能不能延到就是下半年 他是建議,他有建議一個日期啦 最理想是10月的這個9號10號連假的3天當中前兩天 他說最重要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 三天的年假對他們那樣,最後一天是禮拜天 他們身上的孩子都有做禮拜的習慣 他們就比較沒有碰到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剛好他們10月10號有辦 因為第16組那個叫做納魯納副組 那個第16組,剛好這個組也是剛被政府核定的 他們的豐原季就是在那一天10月10號 他的想法是說第一天來的話就是做所謂的 先做鄉見歡,然後他們孩子用歌聲來迎接味道的孩子 然後同時教孩子們唱歌 然後接下來我一樣會請我們的中藝或是小花老師來教那個一筆畫 透過繪畫來讓兩校的孩子們彼此認識一下 然後接著下來再次做味道的程式語言的這個學習 和他們六四八顆球的這個始作 那接下來他會安排規劃小孩子們去用走的方式走到我們露營區 大概要背著行李,大概走二三十分鐘 他是一個上坡,要爬一點山 他說這個體驗還蠻不錯,我們那天也自己走 那走的過程當中都還蠻涼爽的 都會有些租營,還會經過像神明桃林這樣子的區域 然後到達那個營地,那個營地也是在地的那個文竹林讓人自己說 非常的乾淨跟舒適 那露營區可以有五十幾個營位,所以住宿沒有問題 那市長跟工作人員也可以安排他們 大概有八間的這個房間 那都是四到六人房 所以這個部分,啊用餐也可以在這個營地用餐 都非常方便 其實真正的規劃走路的部分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鐘 是他的規劃,但是我們也許會把它 不要那麼乾,用比較好 沿途也許再做個介紹 那在營地的主人也是以前的國小 因為說那馬下一個民生國小的教務主任退休下來 所以他晚上也會帶孩子們做關心的活動 那可能這一塊也蠻厲害的 那 你說建有八間,那其實不建得來入園 八間?三十幾個不夠啦 不夠去嘛 三一三就好了,但是沒關係啊 去露營應該還是比較好 是好啊,因為我們常去露營 所以那是說他 那工作人員跟老師 還要他們準備東西,不會很嗎? 不會,不會,就是 因為我們會帶帳篷 帳篷就是我們的父親 他們只要在睡袋就好了 對對對,帳篷我們來睡袋就好了 那那個 第二天的部分他是安排參加這個米祭 如果 當然選的時間是剛好十月十二半就可以參加這個米祭 如果時間不行,當然是有安排 因為那馬下國中目前的足球是這樣厲害的 他們學有一個五人足球場 五人制的足球場很特別 也是他目前已經蓋得差不多了 那他就是說如果說他是讓孩子們來教孩子們踢足球 然後來做友誼賽 他的,就是備案的處理是這個樣子 然後中午結束吃完飯 就可能到賈縣那邊吃個飯 然後我們就 所以 因為 在那馬下就不已弄到太陽 因為那個道路 我們這次去既然已經 橋樑後面跟後面都已經通了 但是很多山壁他還在做一些規劃的處理 否則那個落水還是都沒有 這裡應該涉及到雨天備案的問題 他們有一個 基本上他們有一個教室是 本來一個禮堂 是阿拉伯 就是我們本來打山要住的那個地方嗎 對 我們其實這裡有一個考慮 如果真的下雨雨天 那就是 就是都隧道裡面的通路 只是把它弄得比較景點 隧道路關 而且 他本身除了他開放的民宿主要 他們自己那一棟其實 應該還有一點空間可以處理 因為主要是衛衣設備很多 那本來是 我們最早的歌謀本來是要在學校 但是因為學校 衛衣設備確實是比較缺乏一點 是這樣會讓嗎 會想要圓到下半年是因為 無宿主要很擔心 因為身上最近都缺水 因為沒有下雨 他很怕說我們原本的五月去壓真的弱 現在到目前就都沒有下雨 到時候沒有水 那就是要洗 那到下半年是他是不擔心水 因為他好像夏天 只要是夏天 因為那個以前 以前都是在 請坐 以前都是在十月吃他玩家 你也要喝 你也要喝喝 你也要喝喝喝 我都是 所以 而且你看 你看一下行程 你就不能暫停 我能不能暫停啊 就按下去就暫停了 真的嗎 我就說他不太好用 好了